欢迎收看股市上国测 我是吴雷光 昨天美股宣告了CPI 2.9% 虽然不如预期 但是还可以接受有点中庸 所以我们的这个数字 也就让通膨做一个趋缓的动作 当然降息就没有问题 至于一码二码 这也不是我们可以扭转乾坤的 但是只要有公告出来 我们就必须要正式以对 这个地方到底是要买还是要卖 各位这个才是重点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昨天美股市大指数 道琼涨了200多点 NASDAQ涨了4点 各位 只有费城指数是收黑的 如果说今天一些学技术分析的 或者是一些指标性的 可能看到道琼涨200多点就很高兴 但是各位 我在节目上讲了很久 现在的行情要看的是什么 要看的是费城 要看的是费城 道琼很重要 但是以现在的地位来讲的话 费城似乎比道琼来得更实际一点 更要现实 所以呢 昨天费城虽然只跌了8点 只跌了8点 然后呢 跌了0.18% 但是对我而言 对我而言 我看的是什么 我看的是 昨天台股收盘 台积电的收盘价的价格 各位看了我两天 我在节目中介绍台积电 一个数字 什么数字呢 948 948 我记得我在8月13号 今天15号嘛 前天我在节目上 还跟大家讲948 昨天台积电收盘 各位 昨天台积电收盘 8月14号的台积电 948 所以我昨天看到台积电收盘 948的时候 我眼睛亮了一下 心中闷了一下 然后心里就想说 我看今天晚上的美股的费城半导体 到底会怎么表现 到底会怎么表现 各位现在听我讲这些 可能都会不以为难 因为没有其他 没有其他的财经台节目 或者是其他的名嘴 他们在说 没有 但是我还是把我的见解 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你们就当做多一个知识好了 好 然后我看到948的时候 各位 当我看到这个数字 我就想到我8月13号 在节目上告诉各位 还点出台积电K线 不同日期的948元 点出之后呢 我讲了一段话 各位 听听看 8月13号 VCR 我们进VCR 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讲这些 因为今天是8月13号 今天是8月13号 目前来讲 今天台积电 它的一个K线 那造成最近的948 948元 而948元 各位 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一个水平线 再看一下这根K线 这根K线的最低点 就是948 其实很多事情在节目上 我是不太愿意 就直接点破 但是我相信你们 可以从我的持续态度 表情 至少也可以猜得出来 我到底要表达什么 我到底要表达什么 各位 我相信那天 我的态度跟我的表情 各位应该看得 看得非常的清楚 对不对 猜应该也猜得到 所以今天台股被拉回 我会很惊讶吗 不会 全部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判断之内 对不对 所以说 至于8月13号 我如果告诉你说 明天台积电 如果收盘是948 我们台股会被拉回 各位 因为那个时候 还没有发生这件事实 所以我8月13号说的话 可能就被 可能就会被相关单位 做关注的动作了 这个我也是不愿意的 所以我就保留 我就保留 我用我的态度 我用我的语气 跟各位做一个说明的动作 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在8月13号 8月13号 我会跟大家讨讨论 7月29号的高点的948 还有8月1号低点的948 那到底我看到了什么 到底我看到了什么 是你们没有想到的那个地方 那我知道各位可能没有想到 那我就把我看到的地方 在8月13号 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948元 948元就在昨天 就在昨天被实现 而且还收盘就是948 所以这个时候各位 我常常在节目上跟各位说 技术分析基本面 各位看到的都是已经 已经被决定的事情了 对不对 已经被决定的事情 但是这个决定之前的动机目的在哪里 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你现在的敌对不是机器 你的敌对是一个人 所以他每一个动作 都一定有一个目的性 那他为了要达到他那个目的性 他一定会有一些扑梗的动作 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吗 那所谓的知己知彼 一定是就在这个地方做发生的动作 不可能就是 不可能就是 一个被决定的一个事实 结果你就说你已经知道详情了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在没有被决定之前 他的动机之前 你就一定要知道他想要怎么做 现在讲起来好像有点悬 对不对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因为你跟你的敌对 就是在做这些斗智的行为 了解吗 所以只要进入股市 两个字斗智 好 所以呢 我看到了这边的低点的948 跟这边的高点的948 我就已经判断出来 他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了 然后跟各位报告 8月13号的时候收盘是941 好 8月14号收盘948 所以今天的台积电被拉回 从950到941 最后收盘943 但是各位我们看 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大盘 今天的大盘呢 从开一个小黑高 然后就一路被拉回 一路被拉回 所以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去想什么 会不会像昨天前天 甚至前天之前 低点之后就被拉上去 对不对 就被拉上去 如果会拉上去的话 那今天的大盘 一样是收红K 一样是收红K 但是各位 有拉上去没有错 但是它有这个的高点 有没有比它高 有没有比它高 没有喔 没有喔 那这里在干什么 之前交过各位了 以前的拉回叫做出货 这是一般大家知道的事情 后来之前我告诉各位 你现在最近只要看到 它拉抬上去 那个地方叫做出货 你信不信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好 没有比前面高 就从这里之后 就一路下来了 就一路下来 然后任何一个节点 任何一个节点 任何一个节点 都没有比它高喔 你有考虑过我刚刚 叙述的这一段话吗 如果你有考虑到 我相信呢 你对于今天台股 会不会反弹收红 你可能就没有抱得 那么大的一个希望了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如果 不是如果 现在一定有 两种投资朋友 一个是空手的 一个是手上有股票的 到底是满手股票 还是有多少股票 这个我们就先不要去做衡量 但是如果说 今天你看了我的节目 你看我的节目 我相信空手的投资朋友 很希望大凡再做拉回 因为他可以 买到更好的成本 赚得更多 但是如果说今天 手上有股票的 你也相信我 你也相信我 那你觉不觉得说 今天可以开时间 做一个停利的动作 我现在要表达就是这个 所以说在8月13号 我跟大家讲 2330948元的时候 各位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到底我看到了什么 到底我看到什么 那几天的K线的表态 操盘手在那边的作业 我到底看到什么 我就在节目上 跟各位做了一个 说明的动作了 所以昨天 收盘看到948的时候 老实说 我心里在想说 怎么会这个样子 怎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到了晚上 到了晚上的时候 不管那个CPEI 有没有被 做一个宣告出来 但是我感觉呢 费城半导体 就是弱的 就是弱的 好 昨天呢 其他都是涨的 包括辉达也是涨的 辉达大概涨了 1.67% 那台积电的ADR 小跌1.3%多 那照道理讲 照道理讲 今天的大盘 也不应该要杀最低啊 至少就 至少 至少这个 至少这条线 至少这个地方 这条线也要摆在中间嘛 摆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也不要到这个地方啊 所以说 现在我的看法 现在我的看法就是 假设真的假设 好 要小心一点 假设真的 948元的台积电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 一个拉回的一个动机 目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去做一个 出场的动作 那我相信呢 在一个低点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再跟你讲 可以买股票了 你就高高兴兴去买吧 好我们看大盘 各位 什么叫做掌握 这个是7月11号的24416 24416 然后呢 我7月12号 7月12号 我就告诉大家 我就告诉大家什么 昨晚费办 以及NASDAQ大跌 也是因为CPI 这个是7月11号 7月12号 7月12号 我就跟大家讲 我也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然后呢 台股台积电下跌 那现在呢 要看的美股呢 你就是要看费办 跟NASDAQ 因为费办跟NASDAQ 已经包含了 AI跟所有的科技在里面了 那现在的题材都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最接近的指标 最接近的指标 所以我没有把什么标普 还有道琼跟各位说分享动作 因为我个人觉得不需要 我们就是看最强最接近的 那个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的时候 到了7月30号 我跳快一点没有关系 事实上我是天天讲的 各位 我们先看这里 7月30号 7月30号是红K 下引线红K 了解吗 所以说 我相信任何学技术分析在那个地方 一定有很多人 很多人很多人会想说 这个地方是最佳买点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已经从 24416一路跌下来了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看 这个是7月30号 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的 跌了这么多 跌了这么多了 好 那又是红K 那是不是要买呢 是不是 节目上的场面化 98%以上 都请各位去买 看 我在节目跟各位讲 天上掉下来的刀不要随便接 了解吗 那我看到的又是 你没有去想到的 但是我还是跟各位做分享动作 如果你相信我 不要随便接 各位 这两根2800一点 这两根2800点 那你是不是很害怕了 如果很害怕的话 可能你都什么都不敢进场了 但是呢 我跟各位说什么 我跟各位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废城半导体 就是废城半导体 好 各位 这个是8月5号的 废城半导体 这个是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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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六条均线里面 年限是最后一条 再下去了 再下去我们就不用讨论了 这个时候 请问废城半导体 它碰到年限 它不会反弹吗 它不会反弹吗 它一定会反弹 一定会反弹 虽然 虽然 同一天 8月5号 同一天的8月5号 我们的台积电 在这个地方 碰到了半年限 碰到了半年限 但是如果说 你已经有 事 事先的 超前思考 你就会去衡量 今天晚上 废城半导体 碰到年限 反弹 要不要 去进场买进 要不要 这个时候 你就会有这种想法 而不是被你的害怕 给阻碍了 所以很多的思考模式 不是说现在 什么叫做利多消息 什么叫做利空消息 然后我看到了利多消息之后 我该怎么办 我看到了利空消息 我该怎么办 各位这些都是 不太OK的 你应该是在于说 还没有发生这些消息之前 就想到了 然后去规划 我该怎么办 这个才是对的 所以说 在这个时候 我也告诉大家 我也告诉大家 既然废城半导体 既然废城半导体 碰到的年限 他一定要做反弹动作 一定要做反弹动作 不说别的面子问题 面子问题 他也不想输给道琼 他也不想输给纳斯达克 或者是标普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反弹上来 我反弹上来 台积电ADR 会不会跟着我上来 会 ADR上来 台积电AD股价 会不会跟着上来 会 那这个时候跟着上来 加权会不会上来 会 那既然都会 各位 我也在节目上 跟各位讲 这就是买点 那至于后面的买点 是主意反弹还是回升 就暂时先不用讨论 就暂时先不用讨论 你要抓住的是什么 抓住的是眼前 抓住的是眼前 那你手上没有资金的 手上的股票有被套住的 趁这个机会上来 在你的停损范围区 就把它卖掉 你有赚当然是最好 对不对 你有赚当然是最好 如果没有赚 一样先把资金抽出来 后面你还是有非常机会 可以做一个进场的动作的 所以各位不要忘记了 从这个7月11号开始 7月12号我看到的状况 12号跟大家讲 8月5号我看到的状况 我也告诉大家 一直到现在 到8月13号的这一天 到8月13号的这一天 我利用台积电948元 跟这个948元 一个高一个低 告诉大家要注意 昨天台积电收盘948元 今天我们的台股 被做拉回的动作 那现在被拉回 你心里一定会想说 铁钢老师 那你的CPI还不错啊 好 CPI不错 但是这个CPI 它会反映在哪里 通膨这两个字 那既然通膨这两个字 它的不错 让通膨做一个趋缓动作 那这个时候的9月 各位9月 不是8月 9月降息 就非常有很大的希望 对不对 重点是 你认为 你认为 现在开始 涨到9月吗 我讲这句话了解吗 我们先进广告 我们先进广告 股市军师 带您掌握趋势题材 产业股票 低买高卖操作 赢得年度最大波段利润 您要改编码 现在立刻加入 赢家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投资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当然很多投资朋友都跟我说 雷光老师 我实在没有办法学到像你那样的一个 一个看盘的状况 我说无所谓 你看我的节目就可以了 跟着我做就可以了 各位 我看的是超盘手 也就是我说的敌对 我们看这里 这个是7月19号 7月19号 我请会员挂290 290元 买进6869的云宝能源 我们看这个地方 好 这个是7月19号 在这里 在这里 290元 然后呢 收盘是300元 最低是280 最低是280 好 各位 收盘赚了10块钱 不多 因为它是两三百块钱的股价 但是 这个是礼拜五 但是礼拜一呢 好 这个是礼拜一 7月22号 7月22号 7月22号礼拜一 跳空掌停板 会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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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心问 悶心自问 真的会卖吗 但是我呢 我卖掉 我卖掉 好 各位 7月22号 掌停板 获利卖出 6869 云报能源 大概没有多久呢 赖啊 礼专啊 就跑来跟我讲 有关老师 有 有 有 会员问如何如何如何 我说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明天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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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3号 7月23号 6869 云报能源 跌停板 昨天掌停板卖出 很多人赖我 为什么掌停板要卖 我只能说 我看的是超盘手的动作 大家看的是数字 这是不一样的专业实力 但是 也谢谢大家 相信我卖出 各位 7月23号 这个是7月23号 开盘330 最高330 这个是7月22号 涨停板330 两个数字一样啊 我22号把它卖掉 23号330 我还不一定卖得掉 了解吗 我不一定卖得到330 好 结果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 各位 这里的低点是 是 是多少 这里的低点叫做178 所以说 我看到的是什么 他们的动机目的 我才卖的 了解吗 就像我8月13号 我告诉大家948 但是我能够在节目上说吗 不行 不行 因为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事情 我去做一个预设判断 在相关单位来讲 这个是不允许的 我必须要去守法 我也不想违规 所以我心里就在想 好吧 那就看明天的状况吧 结果没有想到 2330 昨天的收盘948 我看到之后 各位 我相信应该可以 猜得出来我的心情 不管如何 各位 现在来讲 还是要跟各位分享 趋势多头 耐住性质 掌握波段 趋势空头 忍住性质 近代买点 这是赢家获利的心法 你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明年见 本投资公司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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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